本材、甕 favor 組織 Chair Zach Lindsey 這個 술在哪兒該不會一個唱不得的贏 自己像莫名單上去參與 各位,如果要參加那個比賽 每年他5月的時候就開罪你來報名 5月上只有報名而已 而且你還有講第一期的報名費 然後10月以來 十月以後才告訴你 你有沒有資格參加比賽 他要考察你的資格 他要你的隊員 他要你之前的資歷 還有你的所有的分析 怎麼樣的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登記 Group 這都先 介入那個範圍裡面 然後在10月15號 他開始公告比賽規則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你入選之後 你只剩15天到20天 你可以去準備這個車子 尤其是像我們用雅頭文件 因為 你在25號你的車子就必須要紮達歐洲 去裝一些所謂的安全車子 類似像GPS INITRACK 這些最終器 外面的所有的東西都必須要大會認證過 所以說 在各位看到 你到 賽場去之前 你看到了 光各位現在手上看到 這一張東西 所有的東西你要蓋滿一天 而且你 所有的東西都必須去上課 而且他要知道你確實都懂了 才可以再去下一關 所以這是很難的 你考下到還能讓死對 而且規則是 除光不安 除光保證比各位去考大學 讀的英文還多 厚厚的英文 尤其是法國人寫的英文 永遠都讓人家唱不懂 再來是 它有一個超嚴格的 變色程序 各位可以看到後面 車頂都有的人在看 你整部車有沒有 合你的 Homburgation Board 就是你的 就是認證書 還有你的 每年的變色表格 他說每一個系列都會給你檢查 一部車是四個人到五個人 再給你檢查一部車 從Homburgation Board 這張圖 事實上裡面 他連你的汗血 幫你的賽車 所有東西他都會給你看 檢驗完畢 才可以給參賽 通通通通過了以後 尤其你的 入門的鑰匙 才可以站到發車台去 督風 還有一部車 利緣 同一部車 在訪問 社會 雄 雄 在乎 手 雄 雄 雄 那当然发射典礼 不是很风光的 是所有美女的注目就要点 那比赛当然是一定要冲的 不冲就干什么的 然后这比赛 有很多难以必要的路况 像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以前我们去的 其实这皮已经黑了 事实上这个图片是有调过的 把那个风筝放得比较大的 事实上这个树上带来一个人 因为那车陷住 然后我们还去扛那些树子来变 那车真的开不出来 那当然在前面冲冲冲 在后面就是维修队 他们每天都是不缘不休的在做 因为从每一根螺丝 因为这个路况是太差了 从每一根螺丝 所有的油电水系 从后要警察 该换的换该做的时候 而且状况很热烈 各位这些人不是那么好 我想丁哥 丁哥在哪里 我们大家挥走一下好不好 各位在左边 左下角这个就是我们的丁哥 他也跟我们去过 其实大家看到这些人都已经超过一个礼拜没有睡觉 我不是乱讲的 每个人你看这个 只要能够坐他就马上 人家讲的 一分钟就注定了 就睡着了 然后 在他们严酷恶劣的状况下 你难得有这种传奇的机会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你里面总共才看到几个人 应该去点点看 全部超过30个人 其他人都在干什么 都在修车 价子 顾价子 整个设计部一直在整成组组统统统统在修车 而且每天就是 最多最多 mankind 不知道 那他们也是决定得上 没有人能够在这种环境再睡个觉 这样 那这个比赛的人 你都开始来看到 известif 以媒体的身份去试衡这个比赛的时候 可以看 这是真的台湾的GKF 其实这个扎车很难处理的 因为它太容易协助 还有 让人跟车一样都会感到自欺的本身 这个本身 其实人受不了 车子也受不了 空气力进去有时候一天要换两三次 不过车子就开不动 还有像这种历史 这个车的比例 看起来 你如果直接去开 那车子其实也不错很大 其实沙漠不光是只有Style 它还有很多的颜色 这是之前我们开的 各位这是我的Coach Lab Planning 因为我们前掌破了 即便前掌破了 它才是每天都要带着这个Mass 和那个风镜 因为沙漠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沙漠细到 比灰尘 应该是这么样 它灰尘的那种细致度 让你无法相信 所有信用都会钻进来 每天眼睛、耳朵、鼻子里面通通自杀 所以Kenny他必须要这个样子 他才能够使用手 然后还有 这是我们有一天晚上 半夜限度的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我还穿什么 我还穿一个很大的 血液样 其实沙漠就是这个样子 比较是太阳一下 加上它的温度 我刚才特别跟各位强调 气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受不了的命运就是头痛 像我为什么要带你的血 其实 我连这个样子我还受不了 那欧洲人他可能比较有去适应这些东西 那半夜了 精神起来还是 离水直流 然后只要是卡车里面有限注 我跟各位保证 你继续看下去 其实我们挖了四、五个小时 我们所有的水都喝光了 12小时过去了 还在挖 又下小时那平时 其实那个台湾是人家空头来 我走得到这样一四公里 才就把这个水捡回来 很难 真的太难了 24小时了 还在挖 然后昨天就是前一个晚上 我们的水啊 都给气磨这个渴光 因为每个人来 你看他样子已经快死了 你不给他喝 可以吗 我会睡字号给你 各位可以看其实当天我们已经挖了超过 可能400个Squiming的这么大的场地 这么大的地盘 所以就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比赛 尤其卡车这个阻碍 那在这个比赛 像各位看 就是那个Netcape的后面很大 你比赛中断了怎么办 其实就是 不是只能就是要自己想办法 各位看其实我们就在这里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 还有这个出发 他 尤其在非洲国家 他有很多地方 他们有什么真正的点心 他有时候是用Squiming 对 那有些地方 比较 比较重要的 爱他 他就会用 射一些雷区 在做管制 那一年我们过了之后 后面的水就会被炸了 所以他们运气比较不好 凡是 我觉得 七分运气 三分死 尤其这个比赛 甚至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迷路了 真的不要了 你要球员了 各位像各位待会 我不想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一篇 有一些车在放火撒 其实车坏了很多东西 因为你不可能从商务中 在白年车 弄出来 还有 你正在 时尚起来就 他找不到 只要把车放火撒 才会看到那年 跟大年的意思 一样 那每年就这样 日复一日的 在赶路 这个是 苏联的 Trial 他真的每年就这样 冲他冲非要非要非要 然后例行 除了 除了 外来 还有 六 vind 其实像一路下来 跟各位保证 一天没有受益工举 也有半公斤 这是一个很累的任难 三千一路 三千一路 开 开 中文字幕——YK